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128G内存组合 后置双1300万像素摄像头 机身底部保留了16PIN触点 支持各种外接模块 以联想对Moto的定位 此级必定价格不菲 身为工型阶层的懒猫 我只能看看了 土豪们请出手吧 今天诺基亚品牌的持有者HMD公司有高管接受采访时表示 将与蔡斯公司进行长期合作 共同为下一代诺基亚手机开发镜头 采访期间它也显示出对AR技术极为浓厚的兴趣 同时有网友曝光了诺基亚8的宣传海报 诺基亚8采用6寸2K显示屏 搭载骁龙835 6G加128G内存组合 前置800万后置1400万像素卡尔蔡斯镜头 支持红膜解锁 又是新技术又是新机 下回是不是就该拯救地球了 据外媒报道 早在2015年索尼就开始自研发CPU芯片 现在这款芯片终于要和大众见面了 就在德国IFA消费电子展上 据悉 该芯片采用14纳米制成工艺 性能如一般的一代产品一样 不如人意 不过索尼一直是大法师 期待一下 说不定有啥黑科技呢 今天在工信部网站上出现了一款代号为 IF9027的富士康新机 外形酷似3310 但其实呢 它是一款搭载云OS的智能机 该机采用双核处理器 256M加512M内存组合 电池容量2000毫安 怎么感觉富士康在处理成年积压件 怪不得代号都叫 如果救你爱妻 今天LG向媒体发送了7月11号 波兰发布会的邀请函 预计LG Q6将在此次活动中亮相 该机采用5.4寸18比9屏幕 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3G运存 是否全球发布尚不清楚 不过那拉长的屏幕 懒貌再也不用怕别人手碰啦 极简有拉风 咱们下周一见咯